最近在台湾有关合宜住宅 社会住宅的议题发烧 尤其政府跟财团之间的纠葛 是不是导致底层的人民苦上加苦 议题不断的延烧 不过政治跟经济系统 严重的影响原住民族的生活 举世截然 镜头要带你来到加拿大的第一民族保留区 这样的情况 其实也很危急 也很险峻 保留区的原住民族人也需要 社会住宅或是合宜住宅 原住民族的住宅问题 不论在台湾或是加拿大 都面临很类似的问题 就是很多住户的住宅品质低落 没有钱修房子或是没有钱贷款 但是政府却总是以 使用者付费的逻辑 看似公平的逻辑 要已经生活在底层的 底层的原住民族贷款付钱 才可以住到房子 而且政府 挹注投入社会住宅的计划的预算 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而这就导致当保留区的人口越来越多 但是房屋的户数却越来越不足 有一点点钱的人买不到房子 那么根本没有钱的人 那么干脆就十几二十个人 直接挤在一个房子里 同时还伴随着保留区 没有干净的饮用水 没有暖气 等等恶劣的生活条件 原住民族人很不满 200年前的殖民政府为了方便管理 就把原住民族人都集中在保留区居住 强迫原住民族住在保留区之后 却又不提供基本合理的生存条件 在加拿大一直到今天为止 这都还是非常急迫的原住民族的生存问题 画面中的抗议民众冒着风雨 击鼓 吟唱 2012年的12月在加拿大各地 几乎每天都出现这样的情景 自从2012年12月初 加拿大总理Hopper完成推动一项 名为C45号法案 有原住民族人认为 这项法案侵犯第一民族的权利 大开方便之门 让企业可以进入保留区开发 激发民众发起拒绝袖手旁观运动 在当时阿达瓦Biscuit保留区的领导人 加入了这场运动 甚至以绝食的方式抗议 引爆点就是这位领导人 所领导的保留区的住宅出了大问题 到现在房屋不够住 还有原住民族人在冰天雪地 还必须住在帐篷里 住宅条件贫瘠 只有22间组合屋来应急 没有房子住是全加拿大 原住民族保留区 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想要住房子的人数 比建造完成的房屋数量多出太多 而且更令人担忧的 就是新造房屋的数量可能会持续下降 因为联邦政府说没有钱 如果要满足所有的住房需求数量 至少还需要再盖8万5千栋房屋才购住 但是加拿大政府透过加拿大贷款跟房产公司 所提供的一年3亿300万加币的资金 只足够盖400栋房子 John Paul是大西洋政策会议的成员 25年前Paul就已经是保留区住房部的主任 他表示这25年来许多人事物都发生变化 但唯一不变的就是政府益住的预算 根本就没有增加 我认为最终的住房屋 都已经是20年来同样的 同样的 如果你去Elsibuktuk 20年前 然后看他们的住房屋 就会同样的 走进加拿大保留区 看见的大多是这样的景象 政府不愿意再多盖房子 但其实保留区的人口正在持续增加 以这个Millbrook保留区来说 今年的预算只能够多盖两间房子 现在加拿大政府 所谓的第95号住宅计划 是透过加拿大贷款及房产公司提供资金 政府要提供原住民族人 可以负担得起的社会住宅 但是这个案子却不了了之 部落会议必须被迫要去寻找 其他可以提供资金的管道 而且要原本就经济弱势的 原住民族人负担贷款 政府要求使用者付费 听起来好像很公平 但却成为原住民族 一直都没有房子住的主要原因 它真的是一个险阻的 很多民族的在他们的能力 能够到这些人 能够到10房子 或者20房子 或者在大小的公司 像是斯科森或是斯科森 建策50或100元 在一旦 问题是接触到资金 在接触到资金 或资金 然后资金 在25、30年 然后有资金的能力 在那些人 在那些人 其实会资金 政府始终没有改变 处理原住民族住宅问题的心态 要求使用者付费 但是因为政府的不当治理 导致原住民族人 失业贫穷的问题 却一直没有解决 在这个保留区 就有90%的人口 仰赖社会允住 要怎么支付盖房子的费用呢 保留区的土地是公有的 如果想盖房子 银行不会通过贷款申请 如果透过自己的信贷 可以拿到一些钱 可以新建房舍 而且可以向部落会议 申请所有权状 不过还是不能拥有土地 政府不愿意释出土地所有权的结果 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会变得很危险 因为我们不拥有它们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拥有它们 在某些情况下 因为我们不拥有它们 所以我们不拥有它们 所以我们不拥有它们 我们不拥有它们 我们不拥有它们 然后我们不拥有它们 然后我们不拥有它们 政府并没有授权保留区 自行管理住宅的权利 导致住宅品质下滑 原住民族祖先留下来的土地 成为国有地 现在没有房子可以住 因为这个日子是来的 他们不拥有钱 在我们的房子里 现在已经在那里了 所以我们要开始 看房子 坦白说是一个商业 从这种想法 房子是正确的 你听到这很多 我听到这很多 房子是我的正确 是下面没有语 说房子是在现场 那些宅是一个资 不是美国 。很多来 以前有人来的 他们去看看 他们在这张座里 在我身上 他们在那边 他们会在这张座里 或者他们会在那边 或者会 chili 磨呀 他们会在那边 所有的感情 每天都会见他们 这种疯狸 我今天会见那边 人不让那时候 给那个问题 那一部分 了 如果又来到曼尼托巴省的 Cross Lake保留区 看到的是很类似的情况 加拿大曼尼托巴省 北部Cree族的Cross Lake保留区 人口有8000人 但是却只有850间房子 严重缺乏住宅 对保留区的生活品质 带来严重的影响 低落 毫无隐私可言的居住品质 正发生在21世纪的加拿大 联邦政府宣称 每年至少编列3.5亿美元 也就是大约100亿台币左右的预算 来改善原住民族的住宅问题 不过保留区纷纷表示 这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我们在家里面经过很多草草 有些家里面有30岁 人们还在住宅 虽然他们可能被批准 但与房子缺乏 我们没有选择 在这里的居民 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只能在发霉的房子 跟没有房子之间做选择 有些人在家里面 不符合领域 不符合领域 这就是我们遇到的挑战 这位年迈的妇女 现在住的房屋需要修缮 而这间房子 只是部落里面的其中一间 房子的状况 让白发苍苍的老人家 很烦恼也很头痛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开始多了 这位男性 住在这间房子里 不过这间房子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住 还有另外25个人 也一起住在同一栋房子 到晚上 想要找到一个地方 好好躺下来休息 都不容易 根本就像要打仗一样 我自然是以后 我自然不是瑛密 噏 我自然是不中间房子 我自然是地区 我自然是地区 而在东西 那小房子 有些就是 我会和他一这样 在了家里面 大使 在她一家 那是 一个 我会和他一死 是 我现在 不要担心 这是 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如此狭小的空间里生活 也衍生出其他问题 房屋供不应求 高失业率 再加上缺乏政府预算的挹注 都是产生原住民族住宅问题的原因 简陋残破的房屋跟人满为患的现象 是Cross Lake第一民族保留区 所面临的主要难题 对一个大约有8000人口的保留区来说 经常看到一栋小小的房子里 救助了四个家庭 但这样的情况 在加拿大其他保留区也很常见 加拿大原住民族人持续为住宅问题奋战 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获得有效的解决 记者 布拉斯 杜亦 林博宏 整理报道